智能跟随 DJI Ruin 4D可以通过开启智能跟随模式 自动追踪拍摄目标、云台和焦点 自动保持对目标的持续锁定 大幅降低跟拍难度 自动跟焦需安装LIDAR测距器 开始前,请确保云台处于Follow或Lock模式 如果使用手动镜头 需要先安装跟焦电机,完成镜头标定 首先开启智能兴趣区域模式 您可以通过机身监视屏进入设置菜单 在镜头、焦点下将兴趣区域模式切换到智能模式 或者长按左手柄智能跟随键快速开启 此时,Ruin 4D会优先识别画面中心区域的人物的面部和肢体 被识别的跟随目标会有黄色框线进行标注 代表云台和镜头准备对该目标进行跟随 您可以手动点选其他人物或框选其他物体作为跟随目标 框选时,请注意 如果框选过小,目标不够明显,可能会提示框选失败 请调整画框大小重新框选 确定好跟随目标后,可以通过控制云台对当前的目标构图位置进行调整 您可以点击左手柄智能跟随键进行跟随 确认屏幕Track按钮开启 开启跟随后,跟随目标会有绿色框线进行标注 云台会对目标进行自动跟随 跟随过程中,目标的构图位置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保持 您也可以通过摇杆随时调整构图 如果需要在拍摄过程中更加自如地开启和关闭智能跟随 如目标转移或动静切换 可以按住或松开左手柄扳机键 快速开启或关闭智能跟随功能 请注意,跟随效果和目标距离镜头的距离 镜头焦距,目标移动速度有关 感谢观看